辨美的方式 从仪器、注射、微创到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 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 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 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 提供全方面的知识 打破商业化的谣言 选择最适合的建议 Hello 欢迎收看今天的科普医美心之一 詹师请问 凹凹脸看起来好憔悴喔 我脱子可以改善你的凹凹脸吗? 原来脸部的凹性有分成真凹跟假凹 对今天这个问题 因为东方的女生都喜欢自己的脸是瓜子脸 希望自己的脸呢 在下半年这个都是圆润一点 最好不要这个脸颊凹的这个状况 人如果脸颊凹的话 有时候看起来像憔悴 给人比较苛刻一点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都会填这个脸颊凹 但可是很多人呢 他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甚至有很多绝大部分的医师 也都有这样错误认知 他想说既然脸颊凹了 那就把它填起来嘛 把它补起来 这样是对的吗?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的脸复杂非常的多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有时候脸颊凹它是不能填的 还有一些脸颊脸颊 我们在填的时候要必须特别注意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 在处理脸颊之前 你应该要怎么去判断它 OK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蓝色这个代表是颧骨 凹有分前凹中凹跟后凹 我们脸颊主要凹的范围呢 就是在这个脸颊下面的地方 我们的颧骨在这个地方 就像这样子前凹中凹跟后凹 前凹中凹跟后凹它的成因是不一样的 它处理也是不一样 首先我们来看到脸颊前凹指的是这一区 它在我们法令纹的外侧 在我们墨纹的外上侧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有一些人 他一开始还没那么严重的时候 没有表情的看不出来 但他一旦笑的时候 这里就会整个凹的更明显 颧骨看起来就会更大 问题来了 你以为前凹可以说补就补吗? 不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情是 全凹这个地方如果你补了太多 补过头的话 它会往前下方跑 那会造成你的嘴边又变得更严重 木耳纹会变得更明显 那也有可能会让你法令纹的下侧这个地方变得更明显 所以我们的前凹不是你想要补就补的 我们在补这个前凹这个地方 补的时候它的层次特别重要 有一些独特的技巧 我们必须用一个特殊的角度导固定一个特别的层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你补的太浅层 就会加重你的法令纹跟加重你的末纹 所以要补在一个特别的层次里面 再来我们再接着看下去 这里有一个凹陷 这个凹陷是中凹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颧骨在这 那中凹在这里 这里就是我们的咬肌跟颧骨相接的这个地方 这个叫中凹 中凹如果太明显的话 你从正面看你就会觉得颧骨弓看起来变得比较凸 所以这个地方凹的人就比较凸 问题来了 这个中凹它其实有分真正的凹跟假的凹 有些人他是因为他真的瘦 真的流失比较多 他真的凹险 那这种状况呢 我们可以做填充 脸就顺了就好看了 他全弓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凸了 这个叫做真正的中夹凹 可是有一种状况 比如说我们看这位模特 他这个地方是凹的 但是他这个地方多了一块嘴边肉 这个叫做假性的中夹凹 因为年轻的时候 他的这一块嘴边肉不应该在这 他应该其实位置在这 脸本来应该是顺的 那因为随着年龄掉下来 导致这个地方就出现了嘴边肉 却出现了中夹凹 这种状况如果你还去填充它 他整个脸就会变很大 更大就算了 最可怕的 以前填的是像玻尿酸或脂肪 这种比较软的东西 隔几个月之后 你填这个东西它会掉下来 结果是这里又凹了 然后这一块嘴边肉变得更大 变得更垂 所以大家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你是真性的中夹还是假性的 这种因为下垂的中夹凹 我们把它下垂这个嘴边肉 把它往上提 同时改善嘴边肉 同时改善中夹凹 这才是真正处理的方式 但问题来了 像这一种嘴边肉掉下来 它是属于第二型的嘴边肉 它是深层的 所以你用电波音波 你打一万发 它也不会弹上去 用浅层的拉线 它也没有办法把这一块深层的嘴边肉 拉到这 同时改善这个凹跟嘴边肉 你一定要用特殊的拉法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八字线的拉法 去把这个深层的嘴边肉拿上来 同时改善嘴边肉 同时改善你的中夹凹 好 最后夹凹位置在哪里 在这 就在我们并角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填充材质 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很紧致的地方 它是不会掉下去的 问题是我们在填这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千万这样不能填多 只能微微的让它稍微平一点 千万不能太饱满 太饱满会发生什么事 会变成像我这样 脸会变得太圆 好所以医师的美感很重要 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分析了一下 脸胶你会发现 原来脸胶还有分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去找其他医师 在处理之前 往往你要听的 不是先问他价格多少 你要先问他 你知不知道我的脸胶是属于哪一种 所以回到我们的slogan 没笑才是最贵 想做药妆妆 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到我们的这个LINE 我们的微博 我们的YouTube 我们的官网 我们的脸书 都可以找到我们 那也欢迎大家加入RENEW CLINIC 不管是微信或是LINE 可以问我们问题 跟我们做一个互动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 拜拜 等一圈 3 3 4 4 感谢观看